这个70岁老头 先把两罐可乐倒入马桶中 再摘下绑在腿上的烟花棒 然后拿出小刀一切为二 倒出里面的火药 之后加入20克的发酵粉 将二折搅拌均匀 全部倒入可乐罐 接着把烟花的引信插入其中 用胶带分四罐口 最后在上面戳几个小洞 一个可乐炸弹就做好了 老头出去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双手悄悄在桌子下面点燃引信 只见下一秒浓烟撕散开来 周围的人开始惊慌起来 紧接着面前的桌子瞬间爆开 大家更惊慌了 而老头趁乱抓到自己的目标 是一个日本企业的老板 老头跟他有过仇家恨 今晚呢他要这个日本人有去无回 具体让伯彦给大家讲讲 这个冷面杀手心寒 而这个日本人兔瓢呢 曾在日本殖民朝鲜的时期 担任日本自卫队队长 强行把老韩的亲姐姐 拉去做了慰安妇 最后姐姐是不堪受辱 吊死在了一颗酷暑之上 所以呢 这老韩头趁着突瓢 在韩国的五星酒店 举行日本自卫队 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时 直接潜入了会场 伺机复仇 而就在此刻 突瓢被警察保护 韩老头却根本没有丝毫畏惧 他打碎警察后面的瓶子 趁机进入了安全通道 又快速打坏了门锁 突瓢快被吓尿了 但还是不要脸的威胁韩老头啊 我 我可是呆子白帝国的 结果这话没说完 突瓢被当场赶翻在地 就像是一条丧家知犬一般 韩老头听不到他嗶嗶 便把枪塞进突瓢嘴里 将突瓢推进电梯 这时警察是刚好赶来 韩老头按下的关门键 把警察挡在了电梯外面 突瓢看了自己狗命不薄 于是就开始了奋起奋抗 他一口咬中了韩老头手臂 成功夺下手枪 行内 死老头 而我们的韩老头呢 则迅速按下的报警器 导致突瓢一枪打偏 两人是再次扭打起来 只见突瓢是力打如牛啊 一把把韩老头摁在酒落 然而我们韩老头也根本不是吃素的 他扣住突瓢的一口假牙 将突瓢狠狠地撞在电梯上面 然后再重重地摔到地上 接着韩老头死死踩出突瓢手背 夺回了手枪 突瓢见证是赶紧服软 饶了我 我不敢了 求你了 然而救的下一秒 突瓢便直接下了地狱 此时啊 酒店大门被警察封锁 这韩老头受的伤是无法逃出生天 便给好朋友杰森打起了电话 让他假扮医护人员帮自己逃离酒店 而在这逃亡路上呢 韩老头身体是不堪重负 咳出了一大滩的鲜血 杰森吓得是赶紧把韩老头 送去了经常看病的小诊所 韩老头醒来后啊 诊所医生让他说说 别再杀人了 但是老头表示 人这一辈子啊 就是为了复仇而活 原来啊 这韩老头的一家人 是都被日本人给残害了 他的父亲被活活打死 母亲因此得了失心疯 哥哥被日本人强制生用 逼迫去挖了煤矿 结果这碰到了煤矿坍塌 被活活埋死在地下 但是韩老头的复仇行动 却迟来了半辈子 因为韩老头不想连累家里人 于是啊 这才儿女成家 妻子死后 这了无牵挂的韩老头 这才把复仇提上了日程 但是不幸的是啊 这老韩在晚年又患上了晚期脑流 并且伴随老年痴呆 常常是忘记过去 于是啊 他是把仇人的名字 用墨水纹在了指头上面 以此时刻提醒老韩 别忘复仇 而这韩老头的第一个目标啊 便正是当年 残害父亲的凶手 于是啊 他请求跟自己 一起在餐厅打工的忘年教杰森 当自己的追凶司机 一开始啊 这杰森并不知道真相 只当是呢 这韩老头想去兜风 而这韩老头复仇的第一站 便正是医院 老韩在医院里 直接坐到了半夜十二点 这才被手表脑中叫醒 但是醒来啊 这老韩便忘了自己 到底来干嘛的 他看了看手指上的名字 终于想起来 哦 我是来复仇的 结果刚好起身 这杰森就来了 他看到老韩头一直不出来 以为这老韩出事了 老韩上杰森赶紧走 表示啊 自己马上就出来 而一转眼呢 我们老韩从楼梯上去 摆个红绳 蹭进了安全门的门缝 接着 是挂到了门码锁上 用力一压 这安全门便当场开了 然后老韩进入了一间 VIP病房 用一百度的开水 直接泼醒了 床上躺着的病人 病人从梦里进行 这才发现 手脚都被死死捆着 原来啊 这个人曾投靠 日本人作威作福 抢夺老韩父亲的土地财产 然后还活活打死了韩父 病人瞬间想起了过往 心中是恐惧万分啊 下意识地要喊住命 老韩是立刻贴住他的嘴巴 隔着枕头 将他直截 两枪击毙 而接下来啊 这老韩头复仇的第二站 就是图书馆 这里有个伪装成韩国教授的 真日本人正在演讲 他在为日本当年的恶行而洗白 也正是这个教授呢 曾经为敛财 直接把韩老头的哥哥 卖给了日本人 做了挖煤工 最后害的是买骨他乡啊 而等着教授结束宣讲 韩老头们一路的尾随跟踪 而就在教授进家门时 是直接两名的身份 说出过往 然后掏枪 口痛断机 结果啊 这枪也太老旧了 子弹是直接卡了糖 这也给了狗教授冠门的机会 而且还夹掉了韩老头的消音器 老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冲进去又是两枪出手 当场打死了狗教授 杰森听的枪声是赶紧循的声音赶来 结果就看到了韩老头杀人的一幕 杰森是愣在原地啊 他以为这老头挺善良的 没想到这背地里是个杀人魔啊 杰森上的车是久久没回过神来 韩老头强行命他 赶紧开车离开 可是啊 我们杰森不知道 这到底该去哪儿 于是啊 这就把韩老头带回自己家 等过了一晚上呢 这新闻上面报道 警察发现了杰森出现在了医院监控里 所以啊 杰森是不出意外地被当成了杀人罪犯 杰森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怒视韩老头 为什么要这么坑自己 韩老头呢 这也是心有愧疚 表示啊 这个监控没拍到正脸 你没事的 杰森是更生气了 当即就送他自首 没想到就在这会儿啊 这一伙放高地带的混混 是正巧出现在了杰森家中 原来啊 这杰森为了给重病的父亲治病 便借了高昂的贷款 但是现在杰森没钱还债 而老韩也看出 对方正想动手 竟然是投也不回的 转身直接离开了杰森家 直见韩老头出来之后 那是手握一把螺丝刀 用一条旧毛巾缠住的手 对准放弹老大的宝马 直接一掌击碎 报警声是顿时响起 而放弹老大的手下 过来要收场老头 结果呢 忍着老头是一掌 直恶对方命门 放弹老大顿时怒了 而结果呢 这又没想到的是 老头是直接拿出一达钱 让放弹老大去修理车窗 并且表示啊 就在一周之后 帮助杰森还清所有债务 放弹老大感觉 这老头有点破裂啊 愿意相信老头一次 于是便把自己的名片 递给老头 其实啊 这在老韩心中 早就把杰森当作 自己的孙子了 于是啊 这老韩是把所有的积蓄 都给了杰森 而且还说出了 自己杀人的真相 杰森的心中 也彻底被震惊了 但更多的是 对那些畜生的愤怒 于是他决定帮助老韩 警察这边啊 接连收到两起的杀人报警 并且从两位死者身上 查到凶手的作案目标 不是殖民过朝鲜的日本人 就是甘愿当罕见的亲约分子 所以啊 警察快速锁定了 老韩的下一个目标 也就是开头的 那个日本自卫队队长 土瓢 而庆典上的混乱 让警察发现了 这老韩就是杀人凶手 但是杰森发挥了高潮的车技 帮助老韩逃脱的追击 而经此一遭啊 这老韩的病情又加重了 他从小诊所里醒来 又短暂失忆了一会儿 他怕自己有朝一日 再也想不起来曾经的过往 不能帮杰森摆脱嫌疑 于是啊 老韩是录下的自首录像 并且交给了杰森 等到了之后啊 这老韩跟杰森是继续去杀下个目标 便是如今啊 被称之为战争英雄的金将军 这个货呢 是在日本殖民朝鲜的时期 为了实现自己的荣华富贵 便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 那是直接加入了日本先兵队 害死了无数的同胞啊 也正是他亲手把老韩头的姐姐 送到了土瓢手上 老韩的姐姐才被迫当了卫员府 可正当两人要行动时 这两名巡逻警察 是发现了两人的身影 老韩也顿时感觉到了 于是他带着杰森进入了一家咖啡店 直接倒掉了一杯冰咖啡 再把杯子摔到了警车上 这两名警察受到挑衅 直接上来抓人 结果啊 任老韩带着杰森是坐了施工缆车 当场逃离的追捕 两名警察发现被耍 是赶紧开的警车追击啊 谁知呢 这刚开出巷子口 警车就撞上了人心道 他们下来一看 原来这车态也被炸了一刀 杰森是刚以为能逃出生天啊 结果就在一个狮子路口呢 被狼黑车狠狠撞击了一下 这辆车上人呢 也正是金将军派来的杀手 两人是都被绑到了工地上 金将军的儿子 直接踩碎了老韩的自首视频 然后让杀手把两人救一枪决 杰森吓得是顿时哭了起来啊 也直接暴露自己的底牌 那个自首的视频 我还有备份 如果你杀了我们 备份的视频马上就会曝光 但是杰森不知道的是 任老韩此时此刻 那是用衣服上的刀片 已经割断了声索 可是啊 这对方显然是被杰森成功拿捏 杀手那边呢 也只能带着杰森前去寻找视频 但是这杰森哪有什么备份视频啊 于是就把杀手 带到了放带老大这里 而杰森害怕露下 便开口献发指人 故意说的是魔能难可 让放带老大误以为啊 杰森是来讨要 韩老给的修车费用的 搞得放带老大也是怒火冲天 那是直接对杰森动起手来 杀手便直接出了手 制服了放带老大 但是杀手左手右手 这就是找不见四手视频啊 所以啊 杀手是顿时明白了 这压根就没什么备份 杰森是在借他的手 来除掉放带老大 杀手也顿时发了火 抓着杰森头发 狠狠地摁在台球柱上 然后拿起了台球 就要砸死杰森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放带老大抄起了灭火器 狠狠中击杀手后脑 然而啊 这杀手并没有倒地 而是一脚踹飞地放带老大 杰森看到这一幕 心中是慌得要死 结果呢 这杀手没走几步 便当场起绝身亡 另一边啊 金将军儿子看到这一幕 便直接抄起了台球杆 跟杰森扭打在了一起 但是两人都没什么武力值 纯靠力气搏斗 杰森还是略训求啊 被对方直接赶犯在地 可杰森耐心很强 拽得对方小腿 坚决不松手 然后是抄起了个大机箱 准备从杰森归西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声枪响 救下了杰森 原来啊 这老韩终于到了 这会儿的杰森是身受重伤 老韩看的也是非常心疼啊 于是呢 这老韩把积蓄都给了杰森 决定独自完成 剩下的复仇行动 但就在半路上 老韩是剧烈咳嗽起来 止咳药也直接洒了一车 这老韩低头捡药 结果是差点撞上前车 他赶紧猛打了一把方向 逆行 重上了一个土堆 这老韩下车以后啊 是瞬间忘了自己 为啥会搞得这么狼狈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 但幸好呢 有个善良的一家三口 将老韩带上了车 这一旁的小女孩 是帮老韩擦拭掉了手上的血迹 上面的纹身也终于清洗起来 老韩也终于想起 自己还有复仇 接着 这老韩告别了一家三口 然后穿上了军装 来参加这金将军雕像的 节目仪式 他看到啊 这个金将军竟然不要脸地站在台上 洗白自己的过往 然后向大家歌颂自己的成就 跟当年的走狗模样是一模一样 老韩是直接走了上去 朝天空 鸣枪式井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呐 保镖立刻瞄准了老韩 只见老韩没有丝毫畏惧 把枪口瞄准了金将军的胸口 你如果不想死 就说出当年残害我姐姐的身相 但是金将军的小人做派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根本不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于是啊 这老韩把枪口瞄准了金将军的孙女 我说三个数 如果你不说 我就杀了他 金将军是顿时害怕起来 但是他认为呢 这老韩还是有底线的 不会滥杀无辜 结果 这老韩直接开始倒数 金将军吓得赶紧答应 哎哎哎哎千万别动手 我说 我现在就说 于是啊 金将军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站在了台上 通过话筒 把自己罪恶的国王赤裸裸的 全部揭开 大家也都围之一阵啊 随即也都露出了笔的表情 没想到这老金是突然转身 对得老韩怒之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只见花眼刚落 老韩被一枪 结果了 金将军 而就了这会儿呢 杰森这边也同样被警察发现 被勒令一起去抓捕老韩 但就在半路 这杰森总觉得 老韩突然丢下杰森 独自引人报仇 也太蹊跷了 忽然呢 这杰森灵光一神 想起老韩那把手枪上 刻有轻软两个字 杰森用翻译软件一查 好家伙 这就是个日本名啊 所以杰森便猜到 这老韩最后杀的人 不会就是老韩自己吧 原来啊 这老韩当年 为了能够有口饭吃 不再受人欺负 也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先兵队 他的姐姐知道后 是怒不可恶 但也无能为力改变这一切 最后便选择 吊死在了枯树上 所以老韩 才是压死姐姐的 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啊 这老韩活了一辈子 心中的愧疚与人俱增 终于在今天 他可以结束自己 罪恶的一生 没想到就了这会儿 杰森及时出现 怒斥老韩 你跟我说过 有罪的人就应该复发 你现在自杀 就是在利用死亡 来逃避惩罚 如果你想要赎罪 法律才是唯一的方式 而这番话 也说到了老韩的心坎里 也彻底点醒了 老韩的复仇之念 于是啊 这老韩放下了手枪 跪在地上 心甘情愿地 接受了制裁 最后 老韩被判刑入狱 而杰森去探望老韩 却发现 这老韩已经彻底痴呆了 但却还依旧记得 跟杰森独特的 打招呼方式 杰森的心理非常难过 他站起来抱住老韩 虽然两人毫无血缘关系 但是 他们却胜死亲人 本篇 到此结束 本篇叫我记得 本期问题 你觉得 韩老头在最后 还记得跟杰森打招呼的方式 是把杰森当亲人了吗 认为是的扣三个一 不是的扣三个二 韩老头的遭遇 绝对是世间少有 哪怕患了痴灾症 他的骨子里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家人的悲惨遭遇 不过 我最敬佩的还是老韩 他明明被仇恨压地喘不过气了 却还心怀善良地 帮助杰森 本篇好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谁中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